那這次怎麼會想要找怪獸 不找阿信 瑪莎什麼的 因為怪獸電話他有接 對 其他人是 對 阿信每次都很晚回 怪幼也是 他一首歌 交了好幾年都沒交出來 對不起大家 讓大家久等了 好久不見 真的是好久不見 睽違十二年任賢期 推出新專輯《在路上》 請來五月天怪獸彈吉他 記者會現場 更大讚他對於工作的堅持 怪獸在幫我錄了 他那個其他所有歌 他已經熬了 不知道其他的音樂 他自己在五月天的彩排 然後我就看他的時候 他眼睛是那種紅通通的 然後看著我的眼 我說怎麼採面 怎麼採面 怪獸就看著我說 騎哥 誰我覺得我能夠彈得再好一點 我就被努力去嘗試了 然後我看著他之後 我就做一句他說 那你繼續錄我出去一下 我就在那邊 不要打擾他 然後就很感動 這個聊聊跟怪獸合作的感覺 怪獸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他 每次在彈吉他的時候 都好像拿命在彈 他跟我說 現在就算我們有九十分 我們努力努力 說不清楚一百分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都會被五月天的 那種熱血沸騰 跟那種奮不顧身 激勵我自己 因為雖然我是前輩 但是我看到他們 前輩要走在浪頭上 千萬不要死在沙灘上 不能輸 對啊 所以我也是被年輕人 一些音樂人激勵 那這次怎麼會想到找怪獸 不找阿信 瑪莎什麼的 因為怪獸電話他有接 對其他的性命 對阿信每次都很晚回嘛 怪獸也是啊 他一首歌交了好幾年 都沒交出來 我當然也有跟像瑪莎吃飯 我說哥呢 在哪裡呢 哥 我最近在忙 因為他有很多年輕的一些音樂人 他在幫忙做監製啊 做創作 所以我覺得剛好緣分 然後怪獸就拿了他寫的這個歌給我 這首歌我覺得是你的歌 我說什麼意思 我出去一下 他說啊 你了解中年的人 那種上有老下有小 然後公司啊什麼一直公事 還有私人的事情 壓力很大的時候 就算我出去倒個垃圾 我也覺得是一種放鬆 我出去一下 果然是欣欣相惜 直接瞄懂小棋哥 而出道超過三十年的任賢期 唱紅過許多招牌歌曲 更是許多人的青春回憶 昨天我在飛機上 那個機組的空襯人員是一個男生 一看到我就哭了 我說 你怎麼了 他說他搶起他的青春 因為他在東北長大的時候 都聽我的歌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他小時候聽我的歌 然後就很多故事的共同經歷 他想起他的同學 他想起他的初戀 甚至他的失戀 對 然後看到我就哭了 我就覺得好感動 然後就跟他一起拍照 簽名 就覺得我的音樂 能夠陪伴大家成長 我的音樂裡面有大家的故事 這也是我一直覺得 音樂這個力量 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簽名 拍照 漾漾來 一點都沒有巨星架子 相信未來小棋哥 也會一直用音樂 陪伴著大家成長 完全露靈秀豪 劉金強 採訪報導 規則